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哈利歐推出了新的氯杯 叫W60 這個氯杯呢 它其實是跟 上一次我們介紹過的那個 簽名很像 刮痕的 世界冠軍 联名的滤杯 这款滤杯呢 我觉得他蛮特别的地方就是 他一种滤杯会有三种的口感 这个呢是他里面的滤网 也就是说你可以不要用滤子 你也可以加滤子再加滤网 然后也可以单纯只用 滤子 滤杯这样子 那这个滤杯呢他做非常的沉 给你们看一下里面 他的那个 肋骨啊做的非常的深 然后我以为说他的流速可能会比 原本的 V60还要再快 可是没有 慢一些些 他的这个滤网设计呢 其实我觉得有点像 蛋糕 滤杯的那种 概念 然后让他的粉层堆叠路径变短一点 可能很多人会说他很像莉莉珠 但是莉莉珠他 中间凸起 然后会形成一个W的 感觉 所以其实他冲的方式呢是 两种不一样 莉莉珠只能从外圈 那他呢不能绕到 外围 他只能从中间绕小圆 所以你可以加滤子 也可以直接用这个滤网就好了 再来这个长得很像酥皮浓汤碗的 滤杯啊 他跟V60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就是 他容错率比较高 因为 V60如果有时候你的 粉水笔没有控制的好 或者是粗细没有弄得好的话 其实他 尾韵都会有点偏水感 但是这一颗滤杯我觉得他的流速 没有那么快嘛 喝起来真的是比较平衡一点 我觉得这个适合新手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跟V60的流速差异 好我们现在按照官方的建议充足呢 实际来操作一次 总共有三种嘛 一个是滤子 加滤杯 一个是滤网加滤杯 一个是滤子加滤网加滤杯 那我们先从第一种 简单一点的 加滤子的 冲法 他的纸折好之后呢放下去 他不会像一般02啊就是都会这样子 拖一些些上来 然后可以让你方便 把滤网放下去他是刚刚好合的 所以他的滤杯呢会比一般的V60再大 看起来大一点点 那官方的建议充足呢 他是用20克的粉 然后总注水量是330cc 我们就来 实际充足一次看看 那他这边会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 他写说 闷蒸完以后呢 第一次注水是100cc 是大水 然后接着呢 第二次在注水100cc的时候呢 是缓慢绕圈 最后呢 剩下的水是90cc 在大水注完 我们就按照他的 方式来冲一次看看吧 呢 w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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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我们刚刚冲完了这个单纯用滤纸的这个冲法呢 其实也还蛮简单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注水的节奏不一样啊 就是快慢快的一个节奏 然后也没有太大的冲煮技巧 只要会注水都可以 会绕圈都可以 那我们冲煮完之后喝了它的风味感觉起来蛮平衡的啦老实说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第二次的冲煮方式呢 是单纯的加滤网 这个的话呢它会油脂感丰厚的口感 然后它的甜感很明显的提升 我们今天试了一次之后 跟滤纸的最大差异就觉得明显的提甜耶 冲煮重点呢就是 它不可以冲到这个滤网的侧边 然后闷蒸完之后呢 每注水100cc就断水 然后停10-15秒 然后再注水 再100cc然后再停 那我们就实际来冲煮一次看看 今年的尽力烧 再灴一次 再一次 但是再次再来 太多了 但是再来 最好 这支换 这支透明 付好 这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冲第三种 滤纸加滤网 加滤杯 那这个冲法呢 它的粉 用30克 我们刚刚前两次都是20嘛 那这个就是30克的粉 然后总做水量是500cc哦 参数有点不太一样 然后结束时间有点偏长 4分20秒到4分45秒左右 这边的冲组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闷蒸完之后呢注水100cc 然后断水 间隔10到15秒左右 我是觉得抓15秒会比较刚好 因为它流的真的不是很快 这样总共会有三次到500cc停 然后让它流干 你会看到它的时间很长对不对 其实不会过脆啦 它流速会慢呢 也是因为它下面多放了个滤纸 它到这个水下去的速度 其实都算正常 因为下面会有一点点 些微的细粉在 所以它会影响它的流速 所以大部分它是积在 这个下面的滤纸这个地方 它不会产生过脆啦 那我们来实际操作一次 看这个风味喝起来如何 我 temporal嵺啰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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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我们冲完第三种的冲煮方式呢 它喝起来的风味没有像第二杯 就是单纯用滤网的这么的滑顺感 不过它干净度是有的耶 我自己觉得这个滤杯啊 真的是很像剑搭初期蛋 一次满足三种不同的风味 还蛮明显的这三种味道的差异 那有些人可能对于 这个PP材质呢会很在意 但是这个材质其实是安全的啦 它可以耐热到120度 那如果说你真的还是 没有办法突破你用PP材质的滤网的话呢 光是买这个滤杯我觉得也算很值了啦 容错率高的滤杯而且 认真要讲其实它喝起来真的跟V60还是有差异耶 好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若有任何好玩的有趣的呢 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今天的影片呢就介绍到这边 我是Pony 谢谢你看到影片的最后我们下次见